尹都恒弹奏的是一曲常见的阳春白雪 中规中矩 弹不上特别出彩 但也没有明显的硬伤 在尹都恒弹奏的整个过程中 蓝旺基一直在远远地看着魏无羡 他很担心魏无羡会喝太多 便悄悄替他数着 一杯 两杯 三杯 还好 喝了三杯魏无羡就没有再喝了 但是蓝旺基不知道魏无羡之前已经喝了多少 毕竟他陪着聂怀桑敬酒的那段时间 没法一直看着魏无羡 萧姑云同样是在看着魏无羡 他清楚地知道 今日魏无羡一共喝了六杯 他觉得魏无羡喝得略多了些 清河的流灵醉他是知道的 后劲很足 他有些担心魏无羡会醉 也不知道他此行是否带了解酒药 若是没有带 要不要把自己随身带的给他呢 魏无羡知道萧姑云一直在看他 就坐在正对面 怎会感觉不到 但他不知道 是该装作完全不知道 还是应该大大方方的 跟萧姑云隔空打个招呼 又或者其实应该端起酒杯走过去 给人家敬一杯酒 毕竟收了人家送的解酒药和狼牙 当面倒个谢总是应该的 今日尹渡恒做得太明显了 魏无羡倒不是吃醋 这有什么好吃醋的 那姑娘确实算得上是个漂亮姑娘 不过蓝战不会对她有任何兴趣 但是魏无羡不可能 在目睹了尹渡恒这场闹剧之后 还有什么很好的心情 毕竟她还坐在席上呢 这姑娘就如此明目胀胆 就差没有直接向蓝战投怀送抱了 让她觉得好生没意思 若是就她和蓝战两个人 在这里也就罢了 偏偏江城和金灵也在场 她有点担心 若江城知道了底细 会因为替她鸣不平而迁怒于蓝战 而金灵毕竟还小 让她看到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 又有什么好处呢 怪难堪的 但魏无羡知道 她也不能一直喝酒 若是喝太多 喝醉失了态 只怕那尹渡恒还真是得了意 那样蓝战的面子上更挂不住 但不喝酒又能做什么呢 难道真的看着这尹渡恒弹奏不成 古色 不都说古色是生僻的乐器吗 就这小半年 怎就遇上这么多弹古色的 而且所有弹古色的人 都对弹琴的感兴趣吗 王公子是这样 尹姑娘也是这样 哦 唯一的例外就是 焚羊的杏花红柳姑娘 不过她是妖 根本不是人 不能算在内吧 魏无羡突然就笑了起来 她觉得她有点不想学古色了 好像是学着他们这些人似的 挺没意思的 萧姑云注意到 魏无羡没有继续喝酒 只是静静坐在那 低垂着眼帘 像是在想什么 想着想着 又突然无声地笑了起来 萧姑云看得出 那笑里透着无奈与伤感 是的 她知道魏无羡因何而笑 上次在恒州 魏无羡一个人去果园和药园那边散步 当时她想不通 为何魏无羡看上去闷闷不乐 心事重重的 后来她才听说 萧姑嫣受人所托 给蓝王鸡送美人图的事 她恍然大悟 也勃然大怒 跟萧姑嫣大吵了一架 她以前从来没有跟萧姑嫣起过争执 不是因为她大度 而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她去争的东西 但那天她真的气急了 因为她心疼 她看过中原仙门史 也知道魏无羡现在有一颗传奇的金丹 她知道魏无羡既能运行灵气 也能驾驭怨气 或许是这世上最强的人 无论是能力还是内心 魏无羡或许都是当今世上最强大的 按说她萧姑云 论天赋论修为 都远不及魏无羡 没什么资格更没什么资本 去心疼魏无羡这样一位强者 但是她就是心疼 或许是因为魏无羡在见到大会上 给她的那个温暖的笑容 或许是因为她怕狗 而爬到树上那副可爱的模样 又或者是因为她聊到喝酒时 那眉开眼笑的样子 总之 萧姑云就是在魏无羡的强者外壳下 看到了她柔软的一面 一个人怎会同时拥有最强大的力量 和最柔软的内心 一个人为什么能在经历了 所有那些最可怕的事情之后 还有这样温暖而又阳光的笑容 这样一个人 怎能被那些人用世俗俗亵渡 那些人张罗着要给蓝王鸡纳妾 他们要置魏无羡于何地 萧姑云知道蓝王鸡不会接受 蓝王鸡很爱魏无羡 萧姑云绝对看得出来 但这种事情不是蓝王鸡不接受 魏无羡就不委屈的 所以萧姑云还是心疼 心疼到不管不顾地 跟萧姑烟大吵了一架 然后直奔北墨去寻货斗取狼牙 她就是想为魏无羡做点什么 虽然她知道蓝王鸡一定会不高兴 她当时甚至有些任性地想 就是应该让蓝王鸡不高兴 就好像这样能替魏无羡出口气一样 她知道这样做很幼稚 蓝王鸡不高兴 难道魏无羡就会高兴吗 根本不可能 蓝王鸡在魏无羡心中 一定比命还重要吧 否则魏无羡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宁可受着这样的委屈 还和蓝王鸡在一起 她也听说过一些 关于蓝王鸡和魏无羡之间的事 据说蓝王鸡等了魏无羡16年 但萧姑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 对此有太多的惊叹 她相信蓝王鸡自己也一定不觉得 自己有多伟大 爱上魏无羡那样一个人 没法再对旁人动心了吧 不在心里守着他等着他 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情到深处 在旁人看来的感天动地 也不过是自然而然 别无选择罢了 所以此刻 看到魏无羡脸上那落寞 而自我解嘲的笑容 萧姑云又一次心疼了 她知道 这并不是蓝王鸡的错 蓝王鸡刚才回绝尹杜恒 够决绝 够彻底 可萧姑云还是生气 蓝王鸡 你都拥有魏无羡了 你怎么还能让他受这样的委屈 尹杜恒一曲终了 连魏无羡一直低垂的眼帘也抬了起来 礼数周全地随大家一起鼓掌喝彩 就在这抬眼的一瞬间 他避无可避地对上了萧姑云关切的眼神 魏无羡想起来了 上次聂怀桑给蓝王鸡的信里说过 萧姑云责怪萧姑嫣 魏君说梅 有辱魏兄 是了 萧姑云一定觉得我很可怜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怜的 一个人不可能把好事都占尽 那样好的蓝湛 那样好的云深不知处 还有那样完美的莲花物 偶尔受点委屈 真的没什么 于是魏无羡拿起桌上的酒壶 冲着萧姑云摇摇举起 就着胡嘴将最后一点酒倒入口中 随后放下酒壶 给萧姑云一个自以为灿烂的笑容 萧姑云很想抢下魏无羡的酒壶 他知道六杯或许魏无羡还不会醉 但这下八成是要真醉了 可是萧姑云鞭长莫及 而且就算他坐在魏无羡的身边 也没有资格 没有立场不让魏无羡喝酒 不是吗 这里有他的道理 他的兄弟 他的外甥 他的同窗 怎么也轮不上他 因此萧姑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同样举起自己桌上的酒壶 隔空示意魏无羡后 同样一饮而尽 我不能为你做什么 但至少可以陪你喝一壶酒 蓝王鞭远远看着魏无羡举起酒壶 看到他一饮而尽 也看到他的那个笑容 他就知道 那个笑容是给萧姑云的 蓝王鞭知道魏无羡生气了 可能也不是生气 但他一定很不高兴 任谁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高兴 蓝王鞭不明白 这尹家是怎么想的 在这样的场合 这种试探和尝试有何意义 他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所有人明白 他蓝王鞭这辈子 除了魏英 没有任何其他的念想 那些在你们看来 无比重要的东西 不管是子嗣 地位还是利益 权势 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一生所求 唯有一个魏英而已 但此刻 蓝王鞭不能动 他不能去魏无羡身边 抢过他的酒壶 若他那么做了 那才是真的伤了 魏无羡的颜面 他明白 魏无羡最后那个笑容 无非是在告诉萧姑云 他没事 因为萧姑云肯定一直都在关注着他 蓝王鞭不可能不吃醋 可现在吃醋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如坐针毡的晚宴 赶紧和魏英回房间去 不 更准确一些 他只是想快点结束这次清和之行 赶紧和魏英一起回云身部之处 各位远道而来 今日就早些休息 明日我把围猎大会的详尽信息交与诸位 大家有何意见 有何想法 便能有地放尸 明日在意如何 聂怀桑早早就宣布散场 唉 好好一顿晚宴 被这位不懂事的尹姑娘搅了局 她百般筹谋 千算万算 也算不到今日会有这么一出 平白无故地让魏兄受了委屈 也让韩光君百般尴尬 一列聂氏弟子一贯而入 后在每位来宾的身后 等着将散席的客人引入客房 大家起身互相寒暄准备告辞 肖姑云见魏无羡旁边坐着的是郭正泽 与魏无羡热络地攀谈 但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笑着跟郭正泽说了几句 又招手叫来了江城和金灵 显然是说自己喝多了 让他跟江城金灵去谈 很快 严如兴也加入了进来 这可是江家和金家的家主 谁不想抓机会混个脸熟呢 魏无羡站了起来 看起来有点晃 但总体还好 肖姑云往蓝旺基那边看了一眼 他发现肖姑烟扔在蓝旺基桌前 拖着蓝旺基和聂怀桑一起说话 显然是挡住了蓝旺基的视线 肖姑云有些不明白 自己这位兄弟作为家主和先都 到底是真迷惑还是假迷惑 今日 尹杜恒闹出这一出 肖姑烟之前究竟是否知道 若他事前知道 此事与他与肖氏又有何弊意 他为何要参与其中 若他事前不知道 那么此刻难道也看不出 人家韩光君根本没心思跟他说话呢 不过是挨着主人聂怀桑的面子 在极力维持礼仪罢了 肖姑云有些担心 他怕魏无羡醉了 需要人照顾 可此刻江城和金灵 仍被郭正泽和严如兴拉着说话 他环顾四周 意外发现 尹杜恒倒是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个女人大概是今晚受了打击 终于死了心 所以先回去了 也好也好 省得再生事端 怎么办 肖姑云知道自己是不能去照顾魏无羡的 他若那样做 与尹杜恒有合议 可他真的不放心魏无羡一个人回去 眼看魏无羡拒绝了站在他身后的聂氏弟子 已经一个人走出正厅了 肖姑云站了起来 几步走到兰王鸡身边拱手行礼道 宗主 我喝多了 就先回去了 聂宗主 韩光君 告辞 好 肖姑云此刻哪里顾得上肖姑云 只觉得他多事 聂宗主 你们清和的酒好生厉害呀 我刚看到仪陵军出去了 像是也醉得不清呢 韩光君 你不去看一看吗 肖姑云到底是喝了不少酒 他有些气愤 他很想质问兰王鸡 礼仪就那么重要吗 魏无羡受了一晚上的委屈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跟肖姑云废话 他不是你等了十六年才等回来的吗 你就不担心他吗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你怎可以这样漠视他 蓝王鸡腾得站起来 在肖姑云挡住他视线之前 他看到魏英再同郭正泽说话 并且招手把江城和金灵都叫了过去 他以为魏英一定还和江城金灵在一起 他之所以耐着性子在这里跟肖姑云说话 一方面是为了顾全聂怀桑这个主人的情面 另一方面 他想着等众人都散去之后 跟魏英两个单独回去 就像他们刚到清河的那一晚上 魏英就是等大家都走了之后 背他回去的 叶总主 肖总主 我先告辞了 肖公子 多谢 蓝王鸡这才明白 肖姑云其实是来叫他的 但此刻他已经顾不上别的 甚至来不及等到聂怀桑和肖姑云回话 就匆匆追了出去 蓝王鸡一路走得很快很急 却一直没有见到魏无羡的身影 推开客房的院子 屋里并没有亮灯 难道他没有回来吗 或者回来后没有点灯 蓝王鸡还是进了屋 屋里确实没人 那么 魏英去了哪里呢 喝醉了 迷路了吗 蓝王鸡又沿着来时的路 倒回去找 还是没有 蓝王鸡开始心慌 他告诫自己 没事 就算是醉了 就算是迷路了 总不至于有危险 没必要心慌的 可是没有用 他就是心慌 魏英一定难过极了吧 他是不是以为 我忙工作就不管他了 魏英 真的不是 我不知道你一个人跑出去了 我是想等到最后抱你回去的 蓝王鸡自责无以复加 他甚至开始毫无道理地在心里埋怨小顾云 你明明看到他醉了 看到他一个人出去 你要么拦住他 要么跟着他呀 你不是喜欢他吗 他的安全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你装什么君子 你应该先护着他呀 蓝王鸡又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 他开始怀疑 魏巫县会不会一个人遇见走了 魏运身不知处了吗 又或者 他生我的气 不想会运身不知处 那就是莲花雾 怎么办 这么远的路 他又喝了那么多酒 会不会从空中摔下去 会不会 蓝王鸡真的害怕了